连接1000个铁杆粉丝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 大家好 是王财经 今天是2024年的6月4号周二 我们来录制今天A股的五件点评 上午的成交量是出现了明显的萎缩 没有能够去延续昨天的放量 而护纸在年限位置附近又给出了支撑 这个支撑能够去撑几天 年限未来会不会跌破 今天五评我们会去聊护纸 刷一百指 周路500这三个指数 同时去经讲四个在技术面关键位置的板块 先看一下成交量 现在是中午的11点 目前两市的成交金额是不到4000亿 比昨天的这个时候 是萎缩了大概16%的一个成交金额 那我们知道在昨天周一放量是放了16% 那么今天又萎缩回去 也就是说今天的成交金额 跟上周五上周四是基本相似的 今天没有能够延续放量 而没有量它就没有充分的上工的动能 没有动能 这也就会制约护纸接下来短线往上反弹的空间 这是成交量 而价格呢 我看护纸 护纸在这个年限位置的确给出了支撑 我们在今天的早评文字也提醒各位 年限位置至少能够去支撑三个日K线 包括在昨天收评视频我们也提醒了 今天周二我们看涨收阳线 反弹概率是比较大的 而且之前我们看一下 之前在4月的中旬 在第一次冲击年限受到压力 回落再冲击 而这一次呢 是经过了半个多月 或者说间隔了一个月时间 再次的去回散年限 之前的压力效果明显 而目前的位置支撑效果也比较明显 也差往哪去 好 所以这个位置我们依然坚定会至少坚持三个日K线时间 那么昨天是第一根 今天第二根 而今天这个阳线也是如期而至 如期而至 但是成交量的确走得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也无法判定说 它能够去往上有大幅的反弹 那么这几天指数在这里 比如说震荡往上小反弹的节奏 那么关键还要看这几天的一个连加关系 也就是说接下来年限支撑三天之后 护质怎么走 是往上大涨 再上新高 还是说要往下跌再去洗盘 那就要根据这三天的连加关系了 如果说量能没有得到放大 以及价格还是处于实质均线下方 我们就要警惕 护质会往下再次下跌去跌破碾气 跌破碾气 那么至少在今天跟明天 我们现在不用担忧 所以今天跟明天 我们提醒了是机会 是我们应该短线要愿意去增加仓位 去低息的一个时候 一个好时机 这个我们在昨天收屏 包括今天早银都已经提醒了各位 好 然后我们再聊一个话题 就是护质未来 如果说跌破了年限支撑位在哪里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其实从技术面上来讲 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包括我们今天早上做直播 很多股民的情绪还是比较低落的 很多股民还是觉得 未来可能大盘还要往下跌 还要洗牌还要下杀 那么如果接下来跌破年限了 支撑位在哪里 支撑位在这条120均向位置 那么我们看护质大结构 护质大结构 现在其实还是一个上弓结构 看到没有 是一个上弓结构 它的景象位 景象位是三月份最低点 三月份最低点 所以如果或者跌破年限再往下下杀 它的支撑在这条120均线 以及之前景象位置 之前景象位置 这种可能性不排除 这种可能性不排除 但往下跌 我们还是以后 往下跌 我们倾向于是机会 六月份可能还会是一个 这种震荡反复的行情 但是到下半年 下半年 这个护质的漫扭 估计就突然出来了 以及这一波上涨 回调浪之后 再往上去拉升创新高 估计在下半年 估计在下半年 所以六月份 我们也不要抱太高的期望 估计会是在年限这里 去做一个反复震荡震荡 然后再洗牌 然后再拉升这么一个状态 这是护质的一个观点 这是护质的观点 那么如果单独聊短线 这两天 大家可以去 做一些短线的去加大仓位 尤其是在今天早盘 靠一年限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它 有没有去进行一个 加仓的一个动作 然后再聊一下中东500 中东卖指数 目前是上涨了0.6% 它的震荡指标 在今天在超卖区 出现了绿变红 而且红色度搭绿色度 今天这红色度 是已经超过了 在上周五那个绿色度的高点 所以中东500 今天是释放了一个拐点信号 一个拐点信号 但现在是上午 还没有到尾盘 我们讲一天 最关键的价格是收盘价 比如说到收盘 落听的时候 那么它的信号 才会更有效 而盘中的话 这个信号 我们只是 还先记在心里 但还不能因为这个信号去操作 不能去追 不能去追 好 那么等尾盘 如果到尾盘的时候 我们观察到中东500 今天量能够得到放大 以及价格能够去超过昨天的最高点 还有震荡指标出现绿变红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 它接下来往上有继续的反弹 所以这个反弹也要有条件的 要有量能的一个配合 以及要有价格上的一个刺破 而底线 底线就是昨天的最低点 底线就是昨天最低点 这是中东500指数 这一类K线图 我们的一个硬类思路 我们硬类思路 然后再看串满指 串满指今天 今天的震荡指标 同样也是出现绿变红信号 超卖期出现绿变红 看一下 这一波一个月的一个调整 今天终于出现绿变红 而串满今天绿变红 我们看一下 它的K线已经是突破了 已经突破了前5根日K线的高点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创业版 这样一个拐点信号更明确 串满的拐点信号有效性更高 要比中东500要强 因为K线程度上 它突破了前5天高点 而成效量 也我们可以观察到 要比中东500量的要大 它量比现在是1.6 量比现在1.6 所以串满指 接下来我们看 网上有继续的拉升 好吧 串满指 网上有继续的拉升 底线 底线就是在昨天的最低点 昨天的最低点 串满 还有继续往上拉升反弹的空间 这是三个指数的分析 然后可以聊4个板块 聊4个处于关键位置的板块 第一个板块的话是酿酒 酿酒 它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关键位置 它处于头肩底结构 这样一个靠近右肩的一个关键位置 就是距离这个位置已经很近了 那也就是说风险已经很小了 但这个位置我们如果已经有仓位的话 不适合再加仓 但对于那些没有仓位的朋友来讲 这个位置其实风险已经很小了 还有一点就是小时周期 这是在昨天说明的时候讲到的 小时周期的白酒板块 它在上周五还有昨天周一 是释放了两次的绿变红的超级反弹型号 然后在今天释放了第三次的绿变红的超级反弹型号 所以三天时间上周五 昨天周一还有今天周二 出现三次小时周期酿酒板块的反弹型号 那我们认为网上反弹的概率就很大了 而且底背率也是很明显的 各位看一下底背率 价格创新低 对不对 指标呢没有创新低 反而在提升 而且又出现了三次的超跌拐点信号 所以硬码块我们看涨 好吧 硬码块我们看涨 看拉升 看拉升 好 而这两个是房地产 房地产今天也是跌到的关键位置 我们之前给大家反复讲过 房地产这波上涨速度很快 上涨力度也很大 它会有一个比较流畅的快速的回调 而跌到哪里呢 要跌到60均线 那么今天找牌的最低点 正好是打到这条黄色60均线 是不是 那么打到这条均线给出支撑 然后现在往上拐头上上涨了1.5% 而这张指标呢 在今天也出现了绿变红信号 量能在今天上午出现一定的放量 那我们当尾盘各位 如果到尾盘 今天的房地产板块 它的红色度能够大于绿色度 各位 这个震荡维度 红色度能够大于绿色度 类似于这个位置 类似于这个位置的话 那我们可以期待 它能够往上有再一波拉升航器 但如果说它像这个位置 红色度比较小 红色度小于绿色度的话 那可能接下来还会有这样一个反复 就还会有一个再反复 再回踩60均线的过程 所以房地产接下来能不能去关注它 这个60均线 这个支撑效果 能不能有一个 再一次一个二次拉升 我们要观察这刚刚智能指标 红柱的大小 红柱要大家理设度 红柱要大家理设度 好 这是房地产的思路 这是房地产的思路 但是我们第一次根据均线 就是第一次靠近60均线 我们去上车 那这个思路 那么这个反弹 其实已经达到了 但是反弹迟疑性 要看震荡位度 好 然后再来看小家电 小家电板块 在昨天是放量 昨天放量一个阳线 昨天阳线的话 是刺破了前五根日k线的高点 这是昨天那日k线的一个 拐点的一个信号 就k线纯面上拐点 而这档指标 这档指标在今天是出现了一变红 在今天出现了一变红 而且是在过去的这一周时间里面 第二次出现了一变红信号 所以一方面是k线维路上 昨天的一个攻击信号 一个拐点 另外一个是震荡维路上 今天第二个拐点 然后亮龙在昨天出现了一个小额放大 所以即使今天小家电 它的红色柱的力度不是很大 那么小家电 我们也可以去期待网上有反弹 底线 底线就是昨天最低点 昨天最低点 好 这是小家电的思路 最后再去聊一下公众资讯服务 公众资讯服务 我们在昨天说明上面有讲 我说这个板块 我们有两个机会 一个是左侧一个是右侧 左侧机会就是我们画这条上升趋势线 跌到这条上升趋势线 附近 大家看一下 我们说是一个左侧机会 昨天的话就正好跌到这条上升趋势线 现在位置附近 然后右侧机会 右侧机会就是观察它的震荡指标 称卖的区域出现绿变红 那么现在右侧机会没有出 大家左侧机会有了 亮龙的话今天也出现了方亮 目前上午成交量已经是接近了昨天群单成交量 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说 左侧机会有了守住底线 就是今天和昨天那个最低点 这个最低点不破 期待网上有反弹拉升 上攻结构 期待有反弹拉升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去加大仓位 就是等震荡指标出现有效的绿变红的反弹信号 这样一个拐点信号 这是个右侧信号 也就是说现在的公众资金服务 它的成功率还没有那么高 但是已经值得我们去做一个试盘 而等右侧信号出来之后 成功率会进一步提升 守住底线明确底线 我们可以关注它的一个往上反弹 好吧 这是我们今天6月4号的五评视频 我们去聊到的指数观点 谈的技术面上关键位置的板块 以及对比了创业板值跟中中500 同样释放反弹信号有效性更高 我们去分析的一个思路 那么听到这里的朋友 大家可以把创业板打来平击去 因为创业板今天的信号还是比较明确的 点赞关注 网络才能赞 再见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